大肠癌肝转移案例 继续化疗四次后 我告诉医生 我不要再化疗了 因为两次大手术 十次的化疗标靶 我的粘膜组织破坏了 口腔溃烂 舌头发白 眼睛干燥 全身皮肤起疹子 连手脚的指甲发黑 从头到脚全都变了样 越来越没有体力 连舌头先是全白 后来全发了黑点 没有味觉又厌实 心中想除了中西医之外 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让我恢复原来的体力 感谢一位朋友 介绍我们原始点 每次师兄师姐帮我按推时 非常疼痛不舒服 因为两次刀口都经过肚脐 肚脐常常抽痛 左胸又有人工血管 术后刚满八个月 全身每一个点都痛 除了爬山下雨天是爬楼梯 打太极拳做气功 运动让我体温上升 原来冰冷的手脚也暖了 还有每天下课带回家的姜 在煮过之后泡手和脚 把我的脚因为化疗而变成黑色的指甲 和甲勾炎全泡好了 爬山两周后身体开始出大汗 本来腿痛腰痛全部消失 脸色发亮 脸上和手背黑色处沉淀都褪色了 我停止吃药和保健瓶 只有姜水是饮料 最爱吃的含量食物全部都记嘴了 不吃辛辣的也开始慢慢接受 提供到要把自己的杯子倒空了 装新的知识与热能 运动流汗能增加了心肺功能和新陈代谢 我发现自己也消肿了 耳聪目鸣 在鸟叫丛宁大自然中 也增强记忆力 体力和耐力 感谢身边的师兄师姐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